好 我们首先 要对战的队伍已经站到了舞台上 他们是一波王家BOOM 对战 娃娃酷宝 首先 我们将进行第一轮的 Routine Battle 正式对战之前 两位队长有什么对战宣言呢 麦克风降下来 宣言 谁先说呢 你怎么说呢 我说你怎么看 把它固定了 让你收 喂 地球滑的 大家都小心点 然后加油 好可爱 加油 好可爱 中华梁队长 那个大家对我以往的印象都比较温柔如水一些 今天我想让大家看到什么叫做放手一棒 多谢吧 好 刚刚进行了第一轮的Routine Battle 那我们先听听观战的两位队长 他们的感受是如何的 佳儿 嗨 佳儿 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那句话怎么说了 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一个成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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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你喜欢哪个类型 哪个更是自己的菜 哪个更是你的菜 哪个更是你的菜 这句话得罪人的 没关系 就是纯感受来讲 你觉得哪个更好一点 更是我的菜 更喜欢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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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的风格在这一回合是汉梁哥这边的 汉梁哥这边的 太多了 太多了 好 一心哥 四个字 超级精彩 哪个画面让你觉得非常的精彩 很震撼 就突然看到 大家把衣服脱掉了 美中不足 就是 一伯妹脱 一伯妹脱 你问一下佳儿 佳儿 来 佳儿 脱 开玩笑 开玩笑 哥哥 你刚才那四个字是什么字 超级精彩 你要来成郁杰龙吗 彩 非常精彩是吧你们 超级 非常震撼 佳儿刚才有哪个画面觉得很震撼吗 整个吴明哥 飞上去衣钵中间穿过来 那个隧道 那个让我震撼 来 我们先为了这么不容易的水舞台 不容易 来 稍微软 一起火锅吧 真的 所以今天整个的表演环节当中 现在还能记住的 特别厉害的画面 或者是人 有吗 你的那个转地 那个怎么说呢 障碍还是很蛮大 你是站站着转 睡在香肠转 那我叫衣钵滚 哈哈哈哈 他们都叫我衣钵滚 我觉得加尔哥那边的 死水枪 挺炸的 那个直升机吗 对 那虎没想到道具可以用到那个地步 啊 哦 还有一心跟那个 你们是不是边按边跳要 没有 啊 没有 我们是准备好那个要 掰一下 啊 就是那个 我那个也是吓到了 那个确实很炸 哎 那个荧光芒一掰 但是他还要时间让他发发亮 他掰了就马上亮 动到冰箱里 然后再掰就可以再亮了 这个不好 这个好东西啊 可以 那这个行吗 真的 环保还可以环保 我记得是 我小时候玩过 我小时候玩过这个真多 冻到冰箱里 然后冷冷冻 然后再摆就可以再亮了 那个就是我真的没 完全 想象不了 一上来 棒 而且灯光也配合暗了 对 对 是的 我觉得其实在水上 要骑的话 嗯 嗯 对于 我觉得已经难度太高了 就今天我看的话 我会觉得他两个那一组是相对来说 呃 很齐的 然后我觉得今天所有的表演 就是大家 在水上很被动 很多东西都是有心无力的 我觉得 太多东西控制不了 很多动作也好 整个节奏 根本控制不了 比如说 所有的节目 他准备了80%的话 可能出来只有65%或者70 很多就有心有心无力 就感觉 很多逼不爱 虽然 在水里是一个难度 但是我觉得 如果做好的话 也是一个加分的一个 是必须 对 就看怎么做 偷偷问你 应该有四个必不爱吧 嗯对 小姬 杨凯 李帅 李帅 这四个人四种风格 嗯 你最喜欢哪个 这个叫偷偷问我 你这么播光明正大的问 哈哈 太好笑了 今天真的很好笑 播了怎么办 播了你就 首先让我们请出 王家尔队长和他的战队 王 这里看 Let's go Look this way 王家尔队长 好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 王一波队长和他的战队 一波王家 Boom 我们四位队长有什么要对大家说的可以互相表达一下 嗨 嗨 嗨 舞台阶 说得这么好 那我也有压力 对 对 对 勇闯天涯 一波队长 没什么说的 就走会儿见吧 周焕梁队长 那大家没什么说的 我这边就多说一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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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 好的 我们先听听其他三位队长对这个作品有什么感受好吧 好 谁想先 哥 你说先还是我说 我先吗 很有故事线 然后画面感特别强 然后我非常享受整个舞台 晚餐 含义非常丰富 然后他很多细节处理的都非常好 给我的感觉是有很深的故事跟含义在里面 我是真的觉得是一个艺术品 我们佳尔队长在这一季有个口头禅 这就是艺术 这就是艺术 我觉得特别好 这个主题跟音乐的融合非常的好 然后是有故事线的 我能看到大家是最后抢一个食物 然后最后那个食物被人吞掉之后 又被另一个人吃了 然后中间那个玩毛巾的那个设计点也特别好 我觉得整体很有创意 然后融合了一些道具 然后编排都特别好 太好了 干杯 干杯 厉害了 厉害了 够了 感应 愿意 谢谢一波王驾 BOOM战队 来 驾尔队长 我说啥 艺术 艺术 我很喜欢 这就是我的世界 谢谢 我觉得挺好的 首先从歌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特别适合你的风格 Alex 对 就很斯外的感觉 然后里面我最喜欢的队形 就是子弹座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觉得编排得特别好 小意思 介绍一下吧 你们谁编的舞 是这样的 听到这首歌了以后呢 就是我的脑子里大概就有个框架 他们认可了这个 然后我们就开始拍了 然后也要谢谢我的所有的队友们 能给我这么大支持 因为还有B-boy在跳SWAG 像白哥 凯翔哥 他们很努力地在学SWAG 他们能跟我们跳到一样的范儿 来 那个白哥给大家演示一下 没问题 很喜欢有两个点 一个是一个人就是突然倒下来 然后扭头的那个 还有一个是抱树然后滑下去 那个是什么什么想法 那个 那个就是个画面 就是个画面 不是有些时候那些侠他们 呃 呃 呃 有任务的时候他们会跳树然后进屋吗 所以哦 哈哈哈哈 跳树进准备的 在 脑补脑补 啊 跳树吗 哎可以可以 那你再说一次 哎为什么 对他问的很好 那个那个为什么就抱着然后就往下滑 对 为什么是什么意思啊 他还会再说那只是个画面 哈哈哈 再说一 哈哈哈 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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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